嗨大家好,我是洛,欢迎回来空空赏第二集 这一集就来跟大家分享过去用完的洁面产品 保养啊,乳液啊,防晒啊,精华啊,化妆水这一切所有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清洁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每天的保养routine里面当中最不能被省略的一环 脸要是没有洗干净,后面再怎么保养都是事倍功半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空气污染很严重嘛 那我们每天出门,外面的脏空气啊,还有油污就会这样塞到毛孔里面 肤质要好的关键呢,真的就是清洁 我最近一两个月都用了一个洗脸的神器 每次洗完都觉得肤质好好,然后好干净 那这个洗脸神器呢,就是来自瑞典For Real Luna 3洗脸机 For Real Luna 3呢,用的是脉动科技 配上这个抗菌的矽胶刷毛 只要一分钟呢,就可以把脸上的脏东西洗干净 我真的不夸张哦 那个洗完肌肤的触感真的是干净无比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是那种干涩的,完全不会 然后它也绝对是比用手洗来的干净 而且像我以前有用过那种要装刷头,有刷毛的那种洗脸机 那个刷头就算是选择再怎么柔软的毛 都没有这个细胶刷毛来的舒服 我现在用的机型呢,是针对敏感肌的粉紫色 然后它也有推出给一般肌或者是混合肌的 然后如果男生是流性肌肤的话 也可以用LUNA 3 for men黑色的机子,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很喜欢它是因为它的操作真的超级简单 它就是背面这边有一颗按钮 然后你按下去它就会直接开始 脸的每个区域各15秒 总共只要一分钟就可以洗得干净溜溜 它总共有16段的力道调整 超级多的诶 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调整它的那个振动的幅度 然后另外透过APP也可以去调整每个区域停留的时间 像我自己喜欢在鼻翼这边或是下巴这边多加个几秒钟 它完全不用换刷头,然后又全记忆防水 每次用完然后甩一甩放着它就干了 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发霉 我自己已经使用LUNA 3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间啦 然后我很享受用它洗完脸之后的那个滑嫩感 有一种温和去角质的感觉 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干涩啊或者是紧疯 另外它的那个按摩真的是一大幅阴 过去我都要自己靠手在那边按啊 因为像眼周的那个肌肤就很脆弱嘛 有时候其实用手那个力道会拿捏不准 它这个就是完全有内建的模式 力道也都帮你设定好 只要按照上面的漂亮姐姐MATO 就可以很轻松的达到按摩的效果 对洗脸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 For Real LUNA 3洗脸机 现在就赶快来分享过去一年来用完的保养品吧 第一part呢就是截面产品 第一个是也是之前十样必买里面推荐过的 ESOP的二重奏洁面露 二重奏系列呢就是非常适合混合机使用 因为它里面有金铝镁 所以收敛啊控油效果是还不错的 然后另外它的起泡程度也是非常的OK 洗完就是那种顺顺的舒服的感觉 第二个是法国的品牌叫做Codalia 然后这个牌子呢我过去都是用它的那个护手霜 它护手霜真的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就想说来试试看它其他的商品 以葡萄为主元素的这个葡萄毛孔净化洁面露 那它的质地呢是透明 有点类似洁面胶的那种感觉 但又没有洁面胶这么的稠 还是偏水一点点 然后它的起泡效果也非常的好 闻它那个味道有一种色色的那个葡萄皮的香气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舒服还蛮喜欢的 洗完也不会有干涩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在Sephora上面买的 第三款洁面商品呢是这个 Esob的轻柔洁面乳 像我平常每天出门我都还是会防晒嘛 那有时候我就担心说 如果只洗脸的话 那个防晒不晓得泄不泄得掉 但因为毕竟我没有化妆 所以我就不想要用卸妆油 它的味道呢是带有一点点的弹香 那我自己的用量差不多是用50块的硬币 然后先在手掌上面搓一搓之后 整脸慢慢开始按摩这样子 然后它这款卸妆呢很特别是 还有带有一点保湿的功能 所以它原本是乳白色的霜妆 你就慢慢按慢慢按 然后皮肤会吸收 吸收了之后再去冲水就可以了 再来讲化妆水 第一罐一样是之前有推荐过的二重奏调理液 二重奏调理液呢 主要就是透过金铝煤去达到收敛的效果 同时用完之后呢会有清爽 然后控油的感觉 它是有含酒精的 所以每个人肤质不一样 自己要试试看之后看会不会过敏 但因为它是有含酒精的 所以它可以多少帮肌肤去清除老废脚脂 然后代谢掉多余的油脂这样 这个也是我自己很长期会使用的商品 再来第二个化妆水呢 是这个 ESOP的苦橙收敛调理液 整体来说它的收敛跟控油的效果 会来的比二重奏强非常多 那我自己使用的时机呢 就是在很盛夏的时候 就真的很夏天很热的时候 肌肤会狂出油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用这一罐 它后续的那个控油效果就还不错 如果跟我一样是混合机的话 我就不太建议在其他季节使用 我怕会太干 接下来讲没有酒精的 就适合敏感机使用的 第一个是ESOP的B绿茶平衡调理液 我还用空了两罐 那这款B绿茶呢 它给我的感觉是镇定 然后舒缓 然后它又有淡淡的绿茶香 所以闻起来还蛮舒心的 那我自己的使用时机呢 就是在刮完胡子之后 有时候刮完胡子会有一点小伤口 或是小红肿 这时候如果再用含有酒精的 会非常的刺 然后反而会加剧它那个红肿 B绿茶就很适合 在那个时候来使用 这罐也是我稳定回购的商品之一 再来呢是上一集有介绍过的 简单玫瑰青春露 那还没有看上一集的朋友 记得赶快去看 里面有简单保湿三步骤的完整介绍 然后它这一罐青春露呢 是我觉得第一个它的那个玫瑰味是舒服的 因为我个人不是玫瑰的粉丝 再来它很保湿很补水 然后它里面也是有金铝莓 还有芦荟胶 所以同样可以达到正进舒缓的效果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很喜欢把不同功能的化妆水一起使用 比如说要先控油 但又想要有保湿 然后我就会先用AA再用B 然后因为它们都是水状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对肌肤的那个负担不会这么大 然后又都很清爽 所以我通常都会使用两款化妆水 在我的保养程序里面 再来是精华液 第一款是SKII的青春露 青春露带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神奇 真的很难以言语的奇妙感 拍上脸之后 它会有一种很透明很透亮的 一个说不出来的特殊感觉 到底怎么说呢 反正就真的会有那种 白里透红 白里透红很透明的一种透明感 但是它的味道就真的是见仁见智 我自己是完全可以接受 那男生它也有出男生版 里面是会稍微凉一点点 但我觉得好像多了那个凉 好像是稀释了那个Petera的成分 所以我后来都还是用最原始的这个版本 我自己应该已经用了三罐油吧 也是持续会回购的商品 第二款呢 是ESOP的成盈面部精华素 这款也是被我推荐到不行 就是任何人问我说ESOP推荐我推荐什么商品呢 绝对会有它 为什么我会这么推荐它呢 就是因为我以前非常仰赖瑞瑞给我的好基因 就完全不管脸啊 不保养就很随便 几年前脸开始有点小trouble的时候 接触到了这一罐 就觉得成盈真的有改善我 很干很缺水的那种肌肤状况 然后我是那种很害怕保养品会很黏腻的那种人 所以它这么深得我心 就是因为它的质地很轻盈 然后非常好吸收 所以这罐我想应该会是我这辈子 持续稳定回购的商品 再来是The Ordinary的这罐 玻尿酸加B5精华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牌子 然后是有一次我姐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买给我 我才认识这个品牌 它的质地是完全透明 然后是水状没有错 但是是偏稠的那种水状 有点像文具店那种浇水的感觉 但也没有那么稠啦 然后它就是主打整罐都是满满的玻尿酸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优点 就是它的价格非常的实惠 今天很大坨很大坨的用 都不会让你有那种心痛的感觉 所以这一罐我也是蛮推荐的 再来最后一款是我近期才认识的 心头号 这是礼肤宝水的 吉效三重酸患肤精华 好长的名字 俗话说得好 月有阴晴缘缺 人有但细祸福 在保养这条路上的祸就是什么 就是一些脑人的粉刺跟痘痘 然后有一阵子我就是状况比较不好 然后我的朋友就推荐了这一罐给我 我只能说 精为天人 这一罐是今天所有介绍的精华里面 唯一含有酸类的精华 我自己实际用完的感觉呢 就是粉刺变少 肤质变细致 再来就是有紧绷的感觉 之前那一阵子我使用它的时候 我朋友以为我去打一些什么凤凰 他说你皮肤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崩 我说就是因为它 但是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啊 因为它终究里面是有酸类成分的 然后每个人的肌肤对于酸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用起来觉得很刺或是很痒 可能是正常的 可能要观察个几天之后再次使用 就是去培养肌肤对于酸类的那个耐受程度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说肌肤真的有问题 先去看皮肤科 然后要用酸类成分的商品的话 还是要随时留意自己皮肤对于酸类的反应 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就直接停用 然后再然后赶快去看医生 免得招致一些反效果 再来讲乳衣 第一个 Aesop的二重奏保湿精华乳 二重奏系列我还需要再介绍吗 反正就是好用啦 真的好用 混合肌的朋友真的推荐大家实际靠柜去使用看看 第二款是Aesop的静密保湿精华乳 是专门针对敏感肌推出的乳液 肌肤偶尔就是有自己的氮细祸福 我是那种到了气候不一样的地方 很容易泛红或是敏感的人 就是东红一块西红一块 这时候我就会用秘境来当做晚上的乳液 它本身就是特别针对泛红啊 或者是敏感这种问题推出的商品 一样是Aesop的肌肤条理凝露 这也是上次B买里面有推荐过的 那这一罐我上次介绍了之后呢 受到广大的回想 有超多人都去买这一罐 这罐顾名思义里面就是有 维他命B跟三倍的维他命C 我自己使用的方式呢 就是挖一坨 然后在掌心上面搓热之后擦在脸上 擦过夜隔天再洗掉 隔天起来之后 你会感觉到你的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亮 像一颗电灯泡一样 另外他有个妙用 就是他可以针对痘痘或是粉刺 点涂后浮会有消肿的效果 教大家一个新招也是我上一次学会的 这一罐是Aesop的Control控油 然后我就会混合他们两个 大概是1比0.5的比例吧 混合之后浮在长痘痘的地方啊 他会增强消肿的效果 大家可以试试看 接下来是这个 理肤保水的 静痘无瑕 极效精华 他跟刚刚这一位一样都是 专门针对油性肌肤啊 或者是痘痘推出的商品 遇到问题时候 会拿出来使用的赞宝贝 他是一支含有酸类的乳液 所以他的效果一样就是改善毛孔毒塞 然后擦了之后可以让痘痘削的比较快 同样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肌肤对于酸类的反应 另外如果白天要擦的话请务必一定要防晒 因为有时候酸类可能会有反黑的问题 说到防晒接下来就来讲我用完的防晒好物 第一个是Aesop的防晒面部乳液 然后他是SPF25 但是欧美好像不太讲PA多少个加 所以这上面就没有特别的标示 然后他有那种淡淡的绿茶香 你知道有时候用防晒很害怕 那个防晒味道很重 因为你擦在脸上其实你都闻得到 但是他不太会 他就是淡淡的绿茶香 我觉得味道算是可以接受 我自己是日常有出门 我就会擦 相信大家在挑防晒的时候都跟我会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很担心买到很容易制痘的那种防晒 那这罐我自己实际用了可能有四五罐 我个人是没有任何制痘的问题 然后他擦上去之后呢 过了十五二十分钟会形成那种奶油肌的感觉 稍微有一点泛油光 我自己是觉得那样的肤质看起来是蛮漂亮的 但如果不喜欢油光的话 可以再用卫生纸轻轻的把那个油光按掉 但他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他缺点就是我觉得防晒系数比较低 所以如果我要去运动啊打网球 这种长时间曝晒的话 这罐就会略显不足 第二个是这个 ESOP的防晒身体乳液 然后他是SPF50 很多高细数的防晒都会有那种很干的感觉 他这罐相对是蛮保湿的 然后味道一样是有淡淡的香味 就不会有我刚刚说的那种 我个人还蛮害怕的那种防晒味 他擦在身上的感觉啊 我觉得粘腻度多少还是有 因为毕竟要做到高防晒系数 不可能完全不粘 但比起有一些我用过的其他品牌 我觉得他已经算是非常不粘了 只是他没有特别主打防水啦 所以如果今天要去海边的话 这罐我不是很确定够不够用 可能就要找真的专门海边试用的防晒 最后来分享护唇膏 第一个是这个 FRESH的SUGAR 我超喜欢他的包装 我第一次买他也是因为他的包装买的 因为非常的有质感 然后是雾面的 设计啊是这种要喧开的 就是其实是多了一道小步骤 没那么方便 给大家看我这个真的是 用到空空空 我还拿那个棉花棒起来在那边沾 因为他的售价比较高 然后在Sephora进来台湾线上购物之前 这个也是要出国买才买得到 然后我个人最喜欢他的 是因为他的味道 如他的名称一样 Sugar这样甜甜的 擦在嘴巴上会有那种 微甜微甜的幸福感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第二个是这个 LABELLO的护唇膏 这支我应该用掉至少20条 这个LABELLO呢是德国的牌子 他是一款完全无香料无色素的护唇膏 重点是他非常的保湿 涂在嘴巴上也非常的滑顺 然后他有一个小缺点呢 就是因为台湾的天气比较热 所以他容易有点这样软掉 我觉得他的质地有点类凡适临的感觉 我在睡前呢 我就是会涂非常的厚 隔天起床他会稍微有点干掉嘛 然后那时候如果看到嘴唇表面上啊 有一些死皮的话 可以用棉花棒沾水 在嘴巴上面这样滚一滚 温和的帮嘴巴去胶脂 这一条非常非常的便宜 实际价格我不是很确定 但绝对是那种小狗短袜的价钱 台湾是买不到LABELLO的 但是我看到虾皮上面有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好的 那2021到2022这一年的空空商 就到这边结束啦 感谢本集的财神For Real Luna翻洗脸 及赞助播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方资讯栏连结参考 如果对这集介绍的东西有任何问题 欢迎到底下留言处留言跟我说 也可以到我的Instagram SEB底线底线LO跟我讨论 那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题 也欢迎跟我说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